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一定要放假一天 放假很好 我也蠻喜欢放假的 但是呢 对我们所有的成员 因为我们天天期待等开盘 放假了一天 就觉得好像少了 少了一个交易的时间 那整体上呢 从这个整个结构来看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就是说 要帮自己随时要做检验 那怎么做检验 那举从前小时候 我们念书有三句话 跟各位做个分享 第一个叫同为禁正义观 就是我们出门之前 是不是要照个镜子 那才知道领带有没有歪了 头发是不是乱了 这个礼貌 第二个叫死为禁知心替 从过去的案例里面 我今天要去搭公车 我要搭捷运 对不对 你一定搭过公车 也搭过捷运 也开过摩托车 骑脚踏车 甚至于自己开车等等 你会找出一个 你觉得最有利的 那这个最有利的在哪里 在于因为过去的案例 过去的历史给你经验 你可以用最经济 那以最快速 并且安全的方式 到达你的目的地 所以我们称之为 死为禁知心替 在金融市场 其实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 我怎么去搜寻出 对我自己在未来 不管在证券投资 是股票操作有最大利益的 所以叫死为禁 最后我们要检验 检验什么叫 人为禁 民得失 也就是说 我今天哇哇 老肖 我跟你讲 我那个三年前 我买联发哥买120块 我去年 我讲的都事实 我去年八月 我们买联电 20块 九月买阳明 然后紧接而来 十月 十月不是今年 买大成钢 你说 那你跟我讲那个干什么 对嘛 所以我们要针对 其实 人为禁 民得失 而是我今天该买什么股票 我今天没有买的 我明天该针对哪个类股 哪个族群 哪一档特定标的 我要做切入 这个叫人为禁 民得失 那我过去 我在上个礼拜 我在昨天 我做了什么样的动作 是有失功允的 那这个交易其实是不利的 那我们要去检讨吧 所以跟各位分享 人为禁 叫民得失 所以我们先看这张图 各位请看 这个是四月份 四月份其实没有几个交易日 我们四月因为有个清明的廉价 所以四月一号 接下来是不是就四月六号 应该没有错吧 然后四月六号就少了好几天 然后礼拜五又恭喜大家 礼拜五又补加一天 所以这四月份就到目前为止 四月快结束了 然后就只有这几根K棒 那我们要去检验 检验什么 从这几根K棒里面 我们自己 不管是我们在做评价 或是我们自己在做指数操作 股票买卖 那么能不能击败大盘 那这是什么是大盘 画面上你所看到是加权指数 加权指数四月份以来 我们如何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不败之地你的操作 你的投资一定要超越台北股市 你要比较强 比较好 而不是告诉你 我那两三五月钱 我买了一档股票 钢铁人大成钢 现在是在说什么 不是我的意思是 实时检视 这个叫当下 深随四次转 每个礼拜 每个月 我们都要追求最高 最高等级的一个收益 所以我们来看 怎么样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要静静看这张图 所以我们要看K棒吗 不是把你们K棒 来 我们先观察 台股四月份到现在 第一个 四月十四号之前 刚过完清明年假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有没有连续 我们看这个附近 连续三天 开高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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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下来 在十四号当日暴跌 盘中暴跌 那最低来到16559 因为这个暴跌 因为这个暴跌才有17630 我直接告诉你 没有这一根暴跌下来 不会有这个17630 代表市场的力道强劲到我们一般很难去评估 所以你看看16559到17630 加权指数短短短两个礼拜多一点点就两个礼拜大约是两周 你应该要算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不刚好十个交易日都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又多一天 你要算这天就多一天 台股足足涨了一千点 也就是说加权指数 在过去这两周 涨了六个百分点 那我们就要减讨我们自己了 就是说我就要减讨我 我往往不讲别人 我们讲自己 那台股涨了六趴 我们还是从越人远 对不对 还在做证券分析 还提供成员 台子期操作买卖股票 那我们的投资报酬率 有没有比大盘来的差 如果说我发现我的操作绩效不足 六趴 那代表我们就要加油 就是说要迎头赶上 那为什么我们绩效落后于六趴 所以就是说你要很小心很谨慎 所以我们来看 4月14到今天 台北股市涨了六个百分点 然后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们要去检视 检视什么 史为尽 知心替 从过去的历史案例 知道我们该怎么做 各位请看 4月14号 这天叫四月十四 台北股市四月十四又 16559 一直到现在去六趴 四月十四 好 我们把4月14号 当做一个基准点 哪一天是4月14号 这天 当做一个基准点 然后一直观察 这个过程里面 该怎么做 我们的投资收益会最大 那么之后 我们才知道 怎么样让自己 在未来的每一天 立于不败之地 我感觉这是跟所有的从业人员 我感觉我们本来 既然做这个工作 代表我们是专业 我们是专业 我们所提出的看法 就要非常小心 所以你不能用猜的 好我们来看 一直到今天我们的观察 分别 分别 这是4月14号 今天的加权指数在这里 黑色这个是加权 好所以我们来看 到现在截止 从14号到今天 就短短两个礼拜 涨幅第一名 恭喜电线电缆股 第一名 我现在跟你说的是 这两个礼拜 第二名还不错 钢铁股 涨幅也不差 第三名 各位请看 这两个字叫食品 也就是说 我们去观察 从过去这两周 到今天为止 可以击败大盘的 可以超越大盘的 最主要 第一个叫电缆 电线电缆 第二个叫钢铁 第三个是他已经告诉你 我要开始发动的食品类股 我们昨天在这个时间点 也跟各位分享 那么至于相对的 电子跟生技股 整体上稍微要加加油 就是说 你比大盘还稍微弱一点点 这是个事实 所以我们来看 到目前为止 就是这两个礼拜 电线电缆整体 涨了40个百分点 当然我们要要求 我们自己 那如果我们也 以电线电缆当作主轴 我们也是4月14到16 全面陆续做进场 买进加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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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的绩效能不能超越 第一名的电线电缆 40%更高吗 这是一个我们该做的工作 不好意思我把动到了 第二名叫钢铁也不差 第三名食品股 七个百分点 还领先加权一个百分点 好所以 你应该在哪里 在这里 来各位请看这里 这个点 这个点 为什么这个点 应该买进电线电缆 因为肖安民你告诉我 所以 对没有错了 我这天告诉你 但是 纵使我这一天 我没有提醒你 你自己会比我早一天 你会比我早知道说 当然该买电线电缆 各位你静静的看 为什么这一天 该买电线电缆 好黑色的 叫加权指数 没有错吧 请问这天发现什么事 4月15 4月15也就是说 电线电缆股由原本落后 加权指数正是怎么样 蓝色的是不是在黑色的上缘 它是不是告诉你 我要转强了 我现在要开心 让你台北股市 看不到我的车尾灯 那你可以怎么办 买这个 买这个你要知道 它为什么会涨 你不能用猜的 就是又是我的工作了 对不对 好所以我们持续往下看 来 哪里有水哪里洗澡 好黑猫白猫 会抓老鼠就叫好猫 之前公司有高后 买了三年八个月 涨3% 也不错啦 我只是觉得 既然在市场了 我们原本就应该要追求 最高的投资跟操作绩效了 好 这个叫铜 对不对 我们看到铜了 铜价 过去这一年涨势凌厉 看完铜价之后 我们就要很小心 你不能说只看到铜价 我们要去观察 那么其他跟铜相关的 好我们就去看了 看了什么 全球最大 前三大铜的供应商 最大供应商 总共有三家 我们去看 跟铜价 过去这一年 你要做加差比对 它的成长性 有没有高于头 如果有 那我只能告诉你 你找到对的标的 接下来我们再看 为什么铜价 也许有些朋友会说 铜价这是炒作的 不是错了 一个商品的价格 来自两个因素 一个叫做什么 价格拉升 就是这个价格 你Q你知道吗 那你要看它背后的因素 这个价格的拉升 是因为需求非常强劲 这就不叫炒作 所谓的炒作就是说 这个价格在拉升 跟需求 根本毫无关联性 你懂我的意思吗 那就有炒作的疑虑 举例 交易所真的 金管会非常严谨 比方说我们看到任何股价 上市柜公司 股价突然急涨 你知道吗 交易所就要求 该公司出个财报 做个财测 因为它怕你根本是 纯炒作的 但一样 我们在选择个股 那可以了解 也许有些朋友说 同价炒作 不对 因为它有三大 需求的拉升力道 这是刚性需求 为什么叫刚性需求 第一个 什么叫风电 我们经常你开车在西滨 会看到很大的那个风机 对不对 风机的里面 那个叫发电机 那整个百分之八十都是重 都是同 那为什么都是同 一个叫发电机 一个叫马达 它两个的差别在哪里 马达 这个这个是马达 算了 这个是马达 OK 假设这是马达 这个是不是电流进来 电流从这里进来 这里出来是动力吗 电汇再进来 马达会转 它会产生动力 这叫马达 发电机刚好相反 动力从这边进来 动力进来 这里出来是电流 所以就发电了 好 什么叫风电 风电是不是动力进来 这边电流出现 它就会产生电能 风电 那一粒 风电那大粒 百分之八十都是重 那我请问你 这叫钢性需求 第二个太阳能 铜 是金属里面 叫高导电高导热 所以你避免不了 因为第一个是太阳能的需求 第三个是电动车 你去看一般的燃 我们讲燃料车 跟电动车 铜的需求是五倍以上 这个都叫钢性 这也叫趋势 不管从 我们讲ESG 一叫environment S叫social 对不对 G叫governential 所以就是全球目前在推ESG 台积电也跟着推 对啊 就是说你没有达到 ESG要求的标准的 我台积电不跟你下单了 所以你对环境的要求 要越来越严苛 所以造成什么 铜的这个钢性需求 它掉不下来了 它是真正有这个需求 不是炒作的 所以你笃定什么 要大器了 这个是来真的 所以我们再 各位请看 如果您收看我们 九四要赚钱 17向前送这个单元 我们从4月6号到今天 跟各位报告这张表 这张表 我们的第一档标的 叫建核心 第一档 那接下来不是大雅 接下来是得为附顶 紧接而来就大雅 最主要就是这三个 这三块了 建核心 得为附顶 在大雅 就从四月份 以来到目前为止 那为什么我们锁定大雅 你说还有花心滑融 对我不可能每档都买 我们来看 全球三大铜 最主要三大铜的供应商 第一家 Glencore 这过去这一年 你看看 这涨幅超过铜的涨势 第二家 Rooting meaning 好 一样 涨幅超越这一整年 这都是到今天为止 第三家 First Quantum 你说这哪听到哪就是电子有说 第一量子 应该是电子股 不是它的铜 是加拿大的 这一年 是不是一样 人去多少 去一倍 他去多少 他去四倍 不然买股票就是追求超额利润 所以我们来看 这是昨天27号 你说敢不去 这几乎都涨停 涨停涨停涨停 差一点涨停 对不对 得维持涨停 好 今天呢 是28号 继续看 涨停 差一点涨停 涨停 差一点涨停 点点期待等开盘 就怕摇太久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 买会涨的股票 我们可以利用技术分析 再做验证 看完基本分析之后 做好评估 我们是要用技术分析做验证 确定笃定 我知道你会涨 可是我不想等 我这样说对不对 但是我不会等 我知道你会涨 你华兴一定会涨 华龙一定会涨 大牙会飙两倍三倍 对 问题是他如果要我等六个月呢 那我干嘛现在买 那我希望在关键点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什么 技术分析来协助了 就是说你无法在分析的过程里面 可以精准利用分析算出 它什么时候要涨 没法度啦 你敢有法度靠技术分析 技术分析里面 我们就两个礼拜前 上课交了分析表 为什么要交分析表 因为它是最主要 能够直接告诉你 这一档个股马上要涨 或者是你再等一等 不要急 好他就告诉你 这叫喷出 他说我马上要去啊 马上要去啊 那怎么办 你告诉我 我们有没有超越 四月十四到今天 大盘涨六趴 台北国是去六趴 没有错吧 你看这个单元 就这个月的事而已 整个电线电缆 四月十四到今天涨四十趴 你大牙没有涨天 今天没有涨天 但是我们的投报率操作绩效 是坦六十八 刚有需要涨天 六十个百分点 不好意思 这是什么状况 看一眼 这是昨天的研究报告 四月二十七 不用等 买大牙 怎么被买大城 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是买大城 这是昨天晚上 我跟我们陈允的直播 你要在游水的地方洗澡 你不要没水 你找人家麻烦 我要来洗澡 你是不是 这个来了 什么来了 食品来了 什么叫食品 今天四月二十八 你念给我听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食品 你说我没太过 看不到去 没有 你去静静看 你再看一次 这叫什么 食品来了 食品来了 该怎么办 这不是昨天 四月二千 股票真的不难 关键在于 你有没有心 我一直跟所有 从业人员 就觉得你真的要很谨慎 而不是说 把过去的 一百年前的事情 拿出来说 那也没有错 我的看法就在 我们如何 我们既然是从业人员 我们有这个 专业能力 原本就应该 第一个 跟所有的朋友 做分享 然后呢 他会很惊讶说 你是怎么选的 来 各位请看 对 你看 来来来来 为什么昨天 昨天 我们昨天中午 陈允就拿到了研究报告 叫做不用等 买大城 对不对 不用等买福寿 也可以啊 这是昨天 十九个小时前 在YouTube 这怎么带啊 食品开始了 我们这不是昨天 开始进场了 对不对 你告诉我 这今天 这所有的食品股 这样 不然去什么 不然今天 台北国是第一名 不是你的股票 是 靠着做 一直做 一直贏 为什么 来看这里 这一天蓝色的是什么 电缆 那这一天是什么 这一天 这一名食品 电线电缆 第一天超越什么 加权指数 他告诉你 我要开始了 好 那看这里 他告诉你 谁要开始了 你自己看 这是黑色的 黑色的 这个蓝的是电线电缆 那你告诉我这个是什么 是食品 当然是食品股 所以食品股 你看到我们说 提到吗 小麦价格 一路创新高 对不对 大豆价格一路创新高 你就照着这个结构来 那么今天因为 这个礼拜只有到礼拜四了 那我们 这个礼拜 有一个方案 买一送一 到明天截止 如果各位有兴趣 欢迎您可以跟着一起做 在这里也会很好的朋友 在未来的每一天 身体健康 操作顺利 和家平安 感谢你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算计创新高 顾客 人 不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